狼队小胖直播人气爆棚,在圈内仅次于张大贤,一暂时超越了吕德华 小胖真的有那么高的人气吗?都知道,从前狼队是第一个下一赛的总冠军 而小胖是第一个下一赛的FMVP选手,自称是K条第一打野 这是事实,暂时无人可以反驳 再后小胖也正常恢复了直播 确实抛开别的不坦,小胖的打野实力和比赛的掌控能力是联盟当中数一数二的存在 不过中关所有获得FMVP选手的直播,似乎都没有小胖这次的热度高 在入境最火的某压平台王者荣耀权,小胖虽然没有一直顶流的张大贤热度高 但已经暂时超越了第二高的吕德华 据平台统计的数据中,背标红数框的都是高于德华的数据 礼物营收高出2万多,活跃人数高出1万多,送礼人数高出1万多,弹幕人数高出1.5万多 不过小胖的贵宾观众低于德华5000,粉丝牌只有德华的四分之一 虽然小胖的关注涨幅高于德华4.4万,但德华的关注量是小胖的11倍之多 即便这样,有一所以,小胖最近的热度确实高得离谱,并且在抹牙的热门搜索栏中,小胖已经上到了第6的位置 可小胖毕竟是职业选手,有比赛的时候热度会不会和现在一样就不好说了 至于小胖的热度为何会这么高,大概是有两点 其一是小胖用实力拿下了FMVP,以及高调的颁奖话术,赢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其二是,最近小胖与Esta Island颠覆赛撞车闹饭后,大部分网友站在了小胖这边也有一定的关系 毕竟知识的人多了,热度自然就高,可以说狼队又多了一个大腿级别的选手 希望狼队挑背继续努力